看过环珠格的人 一定都会对这句台词而熟能想 你还记得那年当民火兵的夏宇盒吗 但谁也没生想 本应该是电视剧的故事情节 竟然真的会在现实生活中上演的 而且这个故事中的男主角 还真就是咱们的黄阿玛 看见这事 老鱼只想直呼一句 够刺激 够狗血 不过同时老鱼也有一个问题 这私生子到底是从何而来 私生女又是怎么回事 这一起就让老鱼带大家来 好好盘一盘黄阿玛的风流情史 1957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 毕业于英国皇家电影学院 1998年在环珠格格中 饰演环阿玛为广大观众所熟知 这事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两个女人将张铁林一纸树状 告上了法庭 说明中白纸黑字 写张铁林没有照顾好女儿的 抚养费和抚养权 甚至并没有照顾到 两位女士的人格尊严 这么听起来 事情好像不是一般的眼中 都知道张铁林和波兰前妻 有一个女儿在国外上学 张铁林对他也是好的不行 怎么就没有尽到抚养权了 难不成是 这么看起来 把张铁林告上法庭的这两位 应该就是张铁林之前 欠下的风流债没跑 果然皇上就是皇上 人生如戏 小到金锁 老到容摸摸 我身边从来不缺女人的 为了动情整件事情的始末 老鱼可是没少查资料 终于是让我给逮到了 那是在张铁林和波兰妻子 离婚回国之后 机缘巧合之下 张铁林认识了当时的北电校花侯俊杰 说起来这个校花还是徐静雷的同伴同学 但不同于徐静雷爱得让人羡慕 对张铁林来说 侯俊杰不过是自己漫长人生中的一个猎物吧 张铁林被侯俊杰的美貌所吸引 天天跟在侯俊杰的屁股后面追啊追 不过三个月的时间 侯俊杰就被张铁林打动了 俩人就这么开始了一段相差十七岁的爱情 在一起的时候确实也是很幸福 张铁林不同于小男生的出心纳意 相比之下 更多了很多成熟男人才有的细心 而侯俊杰也被这种细腻深深的吸引着 无法自拔 甚至不顾流言蜚语 在大四的时候就选择和张铁林同居 甚至对未来都做好了打算 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让你能够坚持一直做到今天呢 因为这里边有无限的乐趣 但没想到同居第二年 侯俊杰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当时张铁林饰演的黄阿玛一觉正当红 听到侯俊杰怀孕的消息 他第一反应竟然是让侯俊杰把孩子打掉 怎么说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怎么可能说打掉就打掉 侯俊杰伤心之余 也是说什么都不打 坚决要留下这个孩子 张铁林见他一直坚决 也就不再说打孩子的事 侯俊杰满心欢喜地以为 只要生了这个孩子 张铁林一定会回心转意 甚至可能会有一个很幸福的婚姻生活 但没想到的是 等来等去 等到的竟是张铁林和别的女演员的绯闻 这个还是要找机会吧 没有说一定要组建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最后的归宿 就是最佳归宿或者最佳选择吧 虽说侯俊杰是伤透了心 但真正让他选择离开的是 在2000年 张铁林参加了一个私人聚会 甚至还跟有人说侯俊杰跟他在一起 不过是贪图自己的名利和金钱 这一刻侯俊杰心如死灰 带着女儿离开了张铁林 不过张铁林的杂 就杂在他在侯俊杰离开之后 竟然对这个自己的亲生女儿 丝毫不过问 本以为张铁林在这件事之后 可以收心浪子回头 没想到张铁林再一次将魔爪 身陷了广东服装学院的资小敏 那会儿资小敏刚刚20岁 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张铁林初见资小敏 就跑去问他要了电话号码 之后学校里流传着张铁林 追资小敏的消息 张铁林像追侯俊杰的时候一样 对资小敏是无微不至 同样资小敏这个猎物 也很快被张铁林所捕获 甚至俩人刚在一起没多久 资小敏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资小敏有些害怕的打电话 给张铁林问自己应该怎么办 没想到张铁林听了之后很不高兴 还说了一句 你们年轻女孩怎么就不能碰呢 一碰就出问题 也正是这句话 让资小敏死了心 决定去医院打掉孩子 结果一番检查之后 医生告诉他 如果失去了这个孩子 以后就很难再怀上了 资小敏听了听 跟学校请了个假 一个人回到了陕西 生下的这个孩子 然而没过多久 资小敏生了个儿子的消息 传到张铁林那儿了 你现在能想得出 什么补救的方法吗 张铁林一行 好家伙 这可是镇的皇子 便派人来到了资小敏家 附近墩点 那是在2009年的某一天 资小敏带着儿子购物回来 突然出现几名大汉 将他和儿子一起拽上了车 开了一段路之后 这几名大汉 将资小敏扔下的车 带着孩子扬场而去 任凭资小敏怎么呼唤 都没有回头 冷静下来之后 资小敏发现这几个人之中 有一个就是张铁林的助理 好家伙 我生孩子你不关心 现在听说是男孩 就来抢孩子了 资小敏给张铁林疯狂打电话 但是对方 丝毫没有要归还孩子的意思 无助之下 资小敏只好报警求助 但由于抢孩子的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性官还难断家务失忍 警察也不打算插手进来 走投无路的时候 资小敏联系到了张铁林的前女友侯俊杰 两个女人都是积怨已久 联手将张铁林告上了法庭 也将还珠格的戏码 搬上了现实生活中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 侯俊杰如愿要到了赔偿费 但是资小敏的孩子 却依旧没能回到他的身边 至于张铁林 这段经历 依旧没有让他有丝毫悔改的意思 依旧是风流行道 过着皇上的生活 回首完整件事 老于心中 只想给张铁林点唱一首 算什么男人 不仅没有做到一个丈夫的责任 更是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甚至用强强的手段 把孩子从生母手中夺走 还禁止两个人见面 这样的行为 着实是让人不吃 人家紫薇虽说 也是皇阿玛的私生子 但皇阿玛在听到夏宇和的时候 眼里也是满满的深情 然而到了张铁林这边 大家看到的 不过是张铁林的冷血无情罢了 不仅不认这个找上门的紫薇 更是完全不把夏宇和放在眼里 别人的六十几岁 本应该是家庭美满 过着子孙满堂的生活 到了他这边 却变成了不仅私生活混乱 还丝毫没有责任性 说来也真是对上了 晚节不保这四个字 最后老于只想提醒 屏幕前的姑娘们一句 感情上一定要好好擦亮眼 千万别把人家几句天言蜜语 当成爱情 你以为你是遇见的 山无能天地和 殊不值 在对方眼里 不过是感情 露上众多猎物中的一个吧 我是老于 带你领略更多娱乐圈的 尘埃往事 咱们下期继续